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医院在天津镇市多了使用 我国器官移植合法化 给无数患者带来了福利 国家出台的政策 民门规定自愿捐献是器官移植的唯一合法来源 随着器官移植的合法化 那么人体器官相应的也有了明码标价 成人肾脏 儿童肾脏 成人心脏 儿童心脏 成人肝脏 儿童肝脏 以及眼角膜等各种器官都有了非常准确的价格 每年全世界有200多万人在等待着器官移植 在如此高的需求之下 阳光之下 地球之上 很多人就会因此铤而走险 这球上每年都会有很多人丢失 包括人口被走私 2021年 走私人口已经超过900多万了 这里头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 不要觉得这些事情迷离很遥远 有时候你带着孩子在路上走 趁着你不注意就会被人抱走 然后现在骗子的这个骗术层出不穷 有伪装纯旅行团低价吸引你去境外旅游的 然后基本上是你去无反 还有正规的去在写字楼里面招聘员工 等到员工招聘满了之后 组织一个谈见活动 去组织一个境外旅游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还有我们大家可能曾经听到过的 就是在夜店里头会有人伪装纯白富美或者是高富帅去寻找猎物 层出不穷 这些能想到的能说出来的开始是冰山一截 2019年中国移植发展报告数据显示 当年器官的捐项量和手数量分别是5818和26121 那么问题来了 差量的器官来自于哪里 有人担心当一切被宁马标价之后 潘多拉的磨合是否就要被打开 而一旦打开 等待我们的就是未知 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相信阳光